阿拉米達市 街友站華裔店員對賊開槍 被凶涉嫌謀殺 一名26歲的華裔街友站店員 Wen Yong Huang 承認逆陰王文勇 以涉嫌謀殺罪名 目前被警方關押 事件發生在上星期六晚 大約11時45分 在位於阿拉米達市 Webster街 Circle K街友站內 死者是24歲的 無家可歸者Ethan S.Gorshio 他被指當時正在街友站便利店內 倒水一包香煙 店員王文勇向他開槍 警方到場後發現他身中至少一槍 送完後宣告不治 根據法庭文件顯示 王文勇當時認出Ethan S.Gorshio 是之前來盜視過的慣犯 於是在他走到櫃台後面的時候 從腰帶拔出手槍 折住Ethan S.Gorshio的頸 拿走他試圖偷走的煙 之後向他頭部開槍 王文勇另外還面臨兩項控罪 包括在汽車內藏有槍之罪 和攜帶槍下罪名 他表示這支手槍是他撿到的 於是留下保護自己安全 認為有武器之後 刺人就不會再來 阿拉米達市警察局調查店內監控之後 決定提出謀殺控罪 表示這次事件非常可悲 王文勇不當使用武力 在這種情況之下 不應該冒著受傷 甚至是犯落刑事罪行的危險制止 正確的做法是退後並報警 目前他被關押在Santa Rita監獄 天下衛視記者 梁麗娜報導